台南市议会一场上蓝绿议员互相叫骂 因为国民党议员李忠诚 三岁女儿也在一场上班带小孩 李忠诚气到向主席抗议 他控诉请愿人数前 民进党议员李忠汉等多位议员 认为儿童不能进一场 必须符合议事规定双方吵成一片 一场闹哄哄主席宣布散会 事后李忠诚脸书po文 控诉自己因为职业妇女关系 迫于无奈带三岁女儿上班 却被言语讽刺其事 那昨天在小孩都没有 捣乱的状况下被这样针对 我真的是非常的难过 但孩子进一场冲突发生在23号 民进党似乎发现事情大条啊 隔一天主动提案修改规定 让0到6岁儿童也能进一场 是否官员孩子也可以 民进党澄清冲突点在于李忠诚先违规 但也被外界质疑缺乏同理心 职业妇女不得已才会带孩子上班 虽然亡羊补牢 但已经造成伤害 虽然昨天两位台南市民进党议员 包括李忠翰跟周家伟 昨天已经正式公开道歉 昨天在台南市议会也正式修法 0到6岁 他可以带着孩子进入议场 这属于议会自主的范围 这是各个民意机关 各个全国各县市议会 都可以自行做决定 但是我更认为身为一个立法者 打造一个更好更友善的职场环境 是身为民意机关 是身为民意代表一个更重要的责任 我必须要强调 今年2月份 民进党才把妇女发展部 改成性别平等事务部 但是看来民进党所谓号称民主进步党 在选举的过程当中 号称自己有进步价值 但是都是在操弄很多所谓进步的议题 但是在很多事务上 实务上事实上 我们看到民进党完全不是这一回事 在自己的权位上 霸凌或 我所谓霸凌也好 性骚扰的女性 用自己的权位 陈时中部长 大家看到 夜晚带着所有医护相关人员去吃饭 无知紧扣等等 我们看到这些事情 我们都认为不可思议 所以我们认为民进党 在很多进步的价值议题上 看起来有更多努力的空间 我们更认为 在民进党很多议题上 过去号称女权运动者 还有包括长期在喊事业司 人权律师所有的立法委员 包括市议员没有针对这件事情出来说话 我们更认为在今天高喊 平等价值的台湾社会 性贫教育 我们更认为我们都应该出来 好好的谴责民进党 民进党这样的做法 其实上就是伪善 这是民进党长期以来 一贯的伎俩 23日的时候 台南市议会正在开议 那李忠诚议员呢 带着自己三岁的小孩 进入了议场来问证 那他的小孩呢 不吵不闹 其他的议员甚至还帮忙 稍微照顾了一下 然而在就是社会局进行 老人健保补助案的时候 民进党议员李宗翰提出要清点人数 接下来呢 冲突就开始爆发了 这些言语呢 包含 李忠诚议员带了小孩 那要算两票吗 哦 除了议员跟工作人员之外 其他人完全不能进到议事厅 助理不能进议会 小孩就可以进议会吗 这样子的言论 就连民进党自己同党的议员 陈宜珍都看不下去 他说了什么呢 我们前几天 才在台南市议会的议场里面 讨论说台南市政府 要如何鼓励妇女生育 我们的生育补助 要怎样怎样的做 我们的友善育儿措施 要怎样怎样做 谁知道才过了几天 民进党的议员就打脸自己的台南市政府 台南市议会 完全不尊重妇女的权益 不尊重任何一个育儿家长的权益 出言霸凌李忠诚议员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民进党口口声声说性别平等 尊重育儿家庭尊重育儿家长是不是都是在讲假话 那另外一位原民的台南市议员也提到说民进党议政词言讲的好像说我们就是要按照规定小孩不能进议会看似遵守法律但是你背后的价值却是崩坏的你完全不尊重育儿家长的 育儿平等育儿友善这样的措施 我们大家可以回忆到民进党以前说什么 穿裙子的不适合当总统 还有呢这样子的言语暴力到底存在了多少民进党的现场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如果回到父母亲的身上 当我们每天疲于奔命 在职场上 在育儿上面疲于奔命的时候 民进党你身为执政党 你有善措施提得再好 你这样子的言语霸凌 就是社会风气的不友善 你提了再多的育儿补助 再多的育儿的措施 蔡英文总统 赖清德副总统 赖清德主席 你们尽管把妇女部改成了性别平等部 但是你手下却造成了社会风气的不友善 我们好像有些睡眠问题的话 可以来试试看 我们往往推出的这个梦梦水 睡前30分钟喝上一包 就可以让大家清爽无负担 告诉大家在哪里购买 这个地方有我们QR Call 小瞄一下就可以到快点购网站上头来购买 这里有我的推荐代码 CTI321 邀请大家多多支持